這樣我就正式有錄影了 好 一樣您到這個影像處理類 有沒有一個調色盤 這裡 放大一點齁 這樣看得很清楚這個 如果老師非常介意有沒有中文的 你可以考慮用上面的 因為剛好這一套目前沒有中文的話 好 目前暫時沒有中文化 但是我比較喜歡這一套啦齁 好 我就點兩架 咚咚 好 執行了 那您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其實它會有一個那個什麼 呃 那個叫做 這個東西 第一次執行 它會這樣子 它會問你說 您要不要在下次開機的時候就自動執行 通常這個我想 老師您剛開始用也許不用啦齁 您就把它勾掉就好 那它只會問一次而已齁 所以您就直接按OK 那您就會看到這邊有一個小小調色盤 在這個地方 這樣子 就已經把軟體準備好了 這樣各位有體驗到綠色軟體吧 就像這樣子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如果以我這個地方來講 呃 這是我們學校的齁 那我如果回到這個雅富的 好 您今天如果您用的是像我剛剛所說的 print the screen 這個還是有用的齁 還是有用的 那我這個先關掉一下 我先print the screen 我用一次老師的做法 您再來比較說 欸 進冷寬到底有沒有差齁 有沒有差齁 有沒有差 蛤 獨缺一套 其實我也有準備office的齁 但是我們也是有那種綠色的open office 桌面上來在這裡 喔 好好好 來 我們就貼上齁 你看 您這樣進來的時候 您看一下 有什麼缺點 喔 這邊 呵呵呵 這個比較精彩 它是不是連下面都抓到 所以您會可能會把這個工具拿來用 裁切 然後就這樣切 這是一種方法 可是畢竟這樣比較慢一點嘛 因為有時候你會覺得這樣好像不好對 好 那其實如果您只會用這個 我建議您可以搭配一個快速鍵 print the screen 你看這邊 如果今天您只要抓這個螢幕大小 假設我只要抓這麼大 您還用剛剛那個裁切方式嗎 其實不用 您按住alt alt那個鍵 alt按著 加上print the screen 這個會抓什麼 作用中視窗 所謂的作用中視窗 現在這個變藍色這個 只要抓它而已 所以 就算沒有任何軟體 沒有關係 我們一樣的這個快速鍵 你看我把它縮小一點 有沒有 是不是只抓它 你就不用切了啊 所以其實你視窗條還是可以用 那我們再來看看 用我介紹的有沒有不同 好 我把它執行一下 OK 執行了 那我放到最大 假設我只想要抓這一塊 好 假設想要抓這一塊 怎麼辦 你按左鍵右鍵都沒關係 點左鍵右鍵都可以 雖然沒有中文 但是各位老師不要害怕 Screen Capture 螢幕擷取嘛 這裡我們要的 其實最常用的應該就是這個region 所謂的區域 我只抓某個區域這樣子 好把它按一下 欸我把這邊抓下來 有沒有用拖曳的 放開 抓起來了 有沒有 你就把它複製 這樣 不再不用再加工 簡簡貼貼 齁 這樣比較快 那今天你想看看 如果我這個看完 現在網頁不是都滑過去就換嗎 我想要再把這一塊抓起來 一模一樣的區域 請問老師有沒有那麼厲害 每次抓都一樣 就拖曳那個範圍 有沒有辦法每次都一樣 不行嘛 那怎麼辦 叫它重複一次就好了 怎麼重複我們來看看喔 你們看一下 點到它 左鍵右鍵都沒關係齁 有沒有一個叫做repeat less capture 欸重複最後一次的 點一下 有沒有兩個抓起來了 有沒有一模一樣 你有三個沒沒關係啊 其實這個都有快速鍵啦 我現在用的方法就是說 老師剛開始第一次用 那您覺得這個家伙不知道可不可以信任 你就先用這樣 那如果您覺得以後用手了 其實您去定義快速鍵 就一下就做完了 這樣對工作效率實際上是有蠻大的幫助的齁 好 你看這樣是不是做完了 而且您有沒有發現 我抓了三次三張都在 什麼時候想要是不是都可以拿來用 嘿 只要你軟體沒有關掉 就都可以用 隨時 忘記 隨時補充 好 這樣用起來您就會覺得方便很多 當然它有提供一些簡單的所謂的 基本的什麼 圖片的編輯功能 比如說 有時候我們在跟人家溝通的時候 或者是文件 你看到哪裡有問題 你是不是稍微畫一下 對不對 或者我跟你講重點在哪裡 像我在螢幕上這樣子啊 各位 像這種影視的像這種就很好笑的 類似像這樣我可能會畫 那麼它裡面也有 你有這個筆 有這個東西 如果您要改變顏色 我通常會用筆刷比較多 因為筆刷可以設大小 你就一樣可以框起來 我這樣跟你在講 你就知道我要講的重點是在哪裡 雖然用框的比較醜啦 但是 你也可以用四四方方的啊 這樣沒錯吧 都一樣 只是看老師 所以您基本的處理都可以在這邊做完 可以做完 它裡面也有什麼 這個東西 那個 有關於 人民的部分把它塗掉 開玩笑了 就是像這樣 那 這是簡單的基本處理 您就可以在這邊 完成了之後 你再去複製 再拿到別的地方用就好啦 嗯 就是很單純的 齁 這個就是 呃 先跟老師稍微介紹一個的 齁 你看你要關掉的時候 他會問你這幾張要不要都關掉 有沒有 欸 但是程式還在齁 齁 程式還在齁 所以 在使用上我覺得還算 蠻容易的 齁 還算蠻容易的 那麼這個小軟體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什麼東西呢 呃 我不知道老師上課 需不需要用到齒跟那個圓規啊 可能國小我們會有機會用到 蛤 蛤 黑丘來牛啊 蛤 蛤 螢幕上也用你齁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個齒規 我把它放大一點齁 有沒有 入了 這個 啊 這個就是圓規 可是圓規我比較沒有 平常老實講 因為我比較沒有在用圓規的齁 啊 還有一個 如果老師您需要跟我一樣 在螢幕上畫畫 欸 這個地方就有 這裡也有 但是這個軟體它沒有放大的功能 像我現在是把螢幕放大了 它就沒有 齁 這個是這個小軟體的一個限制 所以您可以發現說 如果說您看 呃 這裡齁 因為像我們有在做網頁設計啦 所以我這個齒規對我來講 會比較重要 你看一點 也一個齒跑出來 可是我想這樣 大家在看不容易看 也有點半透明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 透明度 transparent 透明度 我把它稍微 disable 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好比如說 我們在設計網頁 我想要看這邊 到這裡 我就拉開 喔 到這裡大概多大 有沒有 欸你會 你會橫的 我當然也會什麼 會直的囉 Type這邊有沒有 我人頭跟vertical 欸我就量看看直的 我就知道我網頁應該設多大 這樣我們在設計網頁的時候 就不會說 欸有出現那個卷軸 這樣比較不好看 欸比較不好看 所以這個 您可以做一個參考 可以做一個參考 因為 平常 我比較常用詞 那至於像我剛剛講的 這個 原規 我真的就沒有在用 哈哈 就 老師您有興趣再試看看 筆的部分 我給老師您看一下 齁 筆的部分 您只要一點 它是不是就變了 有沒有 跟我剛剛一模一樣 那不要用呢 就按ESC取消就好了 好像它按右鍵 你還可以改變 筆的大小啦 顏色啦 甚至把它清掉 等一下 剛剛不算 因為其實您可以發現 我們平常有在用筆 都用在哪裡 簡報裡面有沒有 看人家在用都在簡報裡面 可是 離開簡報之後 哇 沒效啊 嘿那這樣就很難用啊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的文件 比如說可能我們有一個 Word檔 但是 您有沒有可能 就是 全部都把它做成簡報 不太可能 對不對 也許您有Excel的檔案 可能我要計算公式給同學看 那這個時候 大家在溝通就會比較容易 不然你講A 我看B 好 這樣這個焦點就會稍微 模糊一些 所以我們第一個介紹就是這個 簡單的 PickPick 那這個是哪裡的 你知道嗎 大家比較少用韓國貨吧 這是韓國貨 好 那我把畫面還給老師一下 好 這個是 這是任何的影像嗎 都可以抓 都可以抓 只要是螢幕上的東西都可以抓 包括Flash做的 或者是任何 應該說他抓的是靜態的 他不是把Flash的動畫抓下來喔 比如說那個Flash那個地方 對 比如說我到這一格 欸我就按 那他就抓那一格 對對對 好 所以他的運作原理就是好像拍照一樣 把螢幕拍下來 欸 然後你在上面畫東西 好我想不管是您在上課也好 或者是說 呃 在跟別人在電腦前面 欸 在討論事情 我想用這樣都會讓 討論的事情 會比較清楚 比較明朗 在那一套好像 改內套好像